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会重要吗?按照真理 你知道教会是主最看重的 因为我们信徒最需要的 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上帝所充满的 那么这两者在一起的时候 各位很多时候发现我要花时间给教会 又要花时间给家庭 那有点辛苦 那怎么办呢? 那有些人就说 那我们只有在乎家庭了 家庭最重要 然后少关注教会 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的家庭生活有一天一定会来到瓶颈 你家庭里面的挑战需求是不止境的 那有时候孩子不听劝 你家庭有问题的时候 你会无助的 那有一些人呢 说那好 我只在乎教会 教会最重要 那家庭呢就有一点忽略了 那我问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整个的教会生活 怎么有证据 怎么能够成为家庭的效力 所以很多的人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他们就尽量要平衡 那但是无论怎样平衡 没有办法两者监护 其实呢你没有办法平衡的 为什么? 因为家庭和教会是要连结的 是互相互补的 各位在家庭生活 遇到种种的挑战 你知道你心里面有窃据 有平安是因为你在教会 你得到教导 得到牧养 有很多时候 有夫妇之间的问题 是因为在教会里面 很奇妙的 有时候你听到一个道 或者你被牧养之后 你心里有被滋润 那个时候呢 你在整个家庭生活 你有能力 有忍耐 有眼光 会被指教 你教导孩子会有智慧 所以你蒙恩之后 在家庭这样蒙恩 在种种的挑战蒙恩之后 再把那个见证带回教会 这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关系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尤其是我们是跟从主 我们是认识真理的人 你千万不要让教会家庭 这两者成为你心中的拉扯 这边也拉 那边也拉 好像越过教会生活 越辛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所以我的教会观是 非常的清楚的 我在以教会为中心生活 蒙恩到一个地步 甚至我明天大学有考试 我今天能够参加三次的崇拜 然后明天那个考卷 我能考到A的 我甚至有这样的经历 这样的见证过 我知道教会给我的扶持帮助 是无限的 是属灵的 是超出人能够计算出来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是这样经历了 但是我看 有时候 木道友 或者比较晚 踏入教会 信主的人 对他们来说 这样过教会生活 不实际 有时很难 以前我还没有信主 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 他们总是说 你会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 你看房间没有收 碗没有洗 这些东西是我们在教会长大的人 我们常常也喜欢到教会 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父母常常讲的东西 也不但我自己 我看到那些每次来教会的弟兄姐妹 后来我做了领袖之后 他们的父母也跟我讲 你看我的孩子就去教会 家里什么东西没有做 书没有读好 这些东西 当然以前我是尽量袒护 但是到一个地步 我自己也好好想 他们所讲的不是完全错 对 不是完全错 后来我自己有家庭之后 有孩子 有妻子 有很多的家里的事物要做 有家要打理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容易 教会的施工越来越忙碌的时候 要服侍 要探访 要照顾 聚会 要参加的时候 那孩子 爸爸 我这个礼拜有考试 能不能帮我 什么这些东西 那这个一定来的 那如果你的孩子是讲一句就听的 那没有关系 你的孩子是讲十字还不听的 这边摇管 那边摇管 有时在学校搞事情 你要去学校见老师的 那个时候 你很多的经历 时间 就花在那个地方了 那你说牧师 你有师母可以帮助你 师母是一个好帮手 各位的确 师母是一个帮助者 但是你们要知道 他也是人 他不是牛 不是你 走啊 走啊 帮助 人是什么 人是有心灵的 人是要沟通 要被滋润的 对不对 要谈的 要爱的 要亲密的 对不对 那这个里面呢 很多的时间 精力也需要的 所以在这个挣扎里面 我也会想到我们弟兄姐妹 面对的实况 家庭生活的确是一个实况 那么我问主主啊 生命也是你给我的 教会也是你所爱的 关系也是你给我的 家庭是你给我的 我怎么办 那这是主的话都告诉我们 都不能减少的 家庭是我们最亲密的关系 地上最亲密的 教会是我们圣民最需要的关系 哪一个都不能减少 那我来到主的话的时候呢 主的话语 马上有几句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主的话说 你爱你的配偶的 爱你的儿女的 爱你的父母的 过于爱我的 你们不能做我的门徒 阿们不阿们这句话 为什么不讲阿们啊 这是说神的话 阿们嘛 阿们对不对 神的呼召 神的旨意 远远过于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 我们所爱的人的可爱 也都是从神的来的 阿们 所以 你必定爱主 过于爱他们 但是很多人只有停在这个地方 那保罗 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 是不是说 你的家人不重要 各位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了 我们知道不是 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 保罗的书信里面 花很多的时间讲家人的事情 夫妇之间彼此的相爱 孩子怎么孝敬父母 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 甚至连奴仆都讲 奴仆跟主人 对不对 现在没有奴仆了 但是大家有女佣 对不对 有些人有女佣的时候 你们知道的 女佣如果不好的话 她成为你多一个女儿了 你们会知道吗 所以很多的时候 主人怎么带仆人 仆人怎么尊敬主人的那个事情 其实上帝很关注家庭里面的运作 只要稍微有一点差错 稍微有一点问题 家里的事情就很烦乱了 很烦乱了 所以上帝是这么看重教会里面 和家庭里面的细节 然后圣经说什么 我们使徒保罗说 如果有人不养活他的亲属 他是如同背了真道 背了真道一般 他比非信徒还不如 甚至这样讲了 就这么看重家庭里面的事情 然后我看圣经里面 有一些地方我打开 刚才我们也读的 你们都知道初代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初代教会 都是一个一个家庭兴起的 亚西亚教会 是接着哪一个家庭 刚才我们读的 有司提范 他们是亚西亚教会初节的国子 有教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设立起来的 那格林多教会呢 是以亚基拉百基拉为中心来建立的 教会是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兴起的 一对夫妇 一个家庭 能够蒙恩到一个地步呢 许多的家庭 以他们为中心来相聚 成为教会了 各位荣耀不荣耀 的确的荣耀 对吗 我们都知道了 一个家庭蒙恩的潜能 是无限的无限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但是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那今天的重点 我们不是单单 就这样的蒙恩 我也愿意我的家庭成为这样 但是我们实际的情况 有些家人还没有信主 或者你的另一半还软弱 或者你跟你的家人 孩子 父母之间 还有很多的 有时家人之间 人家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个俗语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是从佛教的难念的经 我觉得应该说家家有难顺服的道 这句话比较好 总是有些道理不能顺服的 对不对 不能顺服啊 丈夫啊 不能爱妻子啊 不懂得怎么样 总是有难顺服的道 总是有 对不对 所以上帝把教会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 跟我们所爱的家庭有什么关系 这样连接 各位 我们都有家庭生活的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家庭的 各位需要家庭吗 都需要的 家庭呢 是人最亲密的关系的 都家人之间 也因为最亲的关系啊 所有家庭成员的软弱之处 我们都会看见 所以 因为很靠近 因为很亲密 有时不知不觉你就要求他们 然后这个要求呢 有时在不适当的时候 不恰当的时候就成为了伤害 所以很多人说 最爱的关系最容易受伤 那有时又太靠近了 每天都看见 虽然是很爱他们 但是不表达 也当作理所当然的 然后你就会忽略了 你最爱的人 所以有一些的家庭又这样了 变成有点忽略彼此 那在忽略当中呢 很多冤屈啊 不说出来的有些苦毒啊 就产生出来 很奇妙 这个人性的软弱就是这样 越靠近 越需要嘛 但是这个越需要 就出现问题了 然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因为这个家人的关系 是多么靠近 这么在乎彼此 一旦一个人身上有事情一发生 全家一起担心 一个人得到绝症的时候呢 大家都担心 然后因为担心 你讲一句 他讲一句 然后呢 有意见不合又吵架 各位有没有 有时候呢 你们担心孩子 我问各位 你担心孩子 你爱不爱孩子 但是你爱孩子的结果 你是多为他感恩 还是多为他揪心 你问你自己 你们是知道的 虽然你的孩子很乖巧 甚至很乖巧 那个揪心总是会出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知道 你们需要过蒙恩的教会生活 尤其是当你把 一个一周里面 六个小时 到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有一些人 过教会生活 当然你只有主日过来的话 那只有两个小时 你就走了 你要吃饭的话 四个小时 那当然不接力 只有这样了吧 还有中间的小组 门袖 牧师一直鼓励各位 但是当各位 把越多的时间 放在教会的时候 教会是夺走你的时间吗? 教你疲累吗? 只有教你听你已经懂的道理 然后总是活不出来吗? 还是超乎众人之上 万乎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的主 在众人当中做工 向你们显明 指示你们 扶持你们 帮助你们 安慰你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教会生活 要取得的功效了 所以我上个礼拜说什么 我愿意各位每次做完崇拜 来回家 把祝福带给自己最爱的人 跟自己最爱的人 很多的 因为你明白了道之后 又生出新的眼光 新的爱 新的理解 各位 这才是教会生活带来的 有家庭生活的功效 今天的信息要讲这个 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10章37 我们再读一遍好吗 爱父母过于爱我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就到这边 我们主耶稣马上把什么 我和你的家人带出来了 这句话呢 一读了马上疑惑 这样啊 这个非信徒是不能了解的 这句话是绝对不能 非信徒一读这句话跌倒了 你们基督教 你们的上帝 把我的妻子 把我的丈夫 我的孩子夺走 这个非信徒的眼光是这样的 但是原来万有都是从神来的 一切的爱跟良善是从他来的 如果你不爱那个爱的源头 你的心怎么有爱 你的配偶怎么能够感受到你的爱 对不对 所以上帝的道里面总是给很清楚的先后秩序 那个先后很重要 所以你爱主 多过爱你的父母 多过爱你的儿女跟妻子的时候很奇妙的 你的心灵是怎样的 所以这个爱的源头临到你的时候 不是就忽略家人 绝对不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一定理解 圣经你要读 要读得全备 所以保罗又讲了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一处经文 下一处经文说什么 不是这个 另一本书好吗 另一本书 人若不看顾亲属 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的 就是背了提摩太前书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幸的人还不好 并不是说你没有得救 但是比不幸的人还不好 你的整个的生命状态 生命表达出来的那个见证 其实叫人更不愿意来到教会里面 所以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感谢主 很平衡的话 再看 我家庭里面有时候 不是这么容易 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 或者没有这样的属灵 那应该怎样 各位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穷道理的丈夫 不信主的 他们虽然不听道 一讲到道 一翻开圣经 他就要睡觉了 这样的人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所以对一个不信主的人 他的配偶是他的圣经 你听得懂这句话吗 因为他不要读这本圣经 但是他在他的配偶身上要看到圣经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那丈夫呢 不要每次只有长妻子 也要平衡一点 丈夫呢 你们 第七节好吗 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为他比你软弱 比你软弱的人 天天软弱会出现的 接着他的表情 他的讲话 很多的软弱 但是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所以要尊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我解释过 有些人说 我们一样得到一样的冠冕 严格来讲也不是这样 比较有直接的讲法是 比如说两个人都生出孩子 生出生命 你家里面有你们这个家庭 你们两个人造出来的 所以很多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 你如果跟你的配偶的关系不好 常常怀着苦毒 冤屈 自动的你的孩子会有问题的 他们会潜移默化 又感觉到 妈妈不尊重爸爸 或者爸爸对妈妈很不讲理 然后心里面就很奇妙的一种气会出来 或者父母总是因着孩子 你看都是你 都是你这个孩子 那孩子长大的时候很奇妙的 他就觉得都是我造成我的父母不爱彼此 那很奇妙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灵的东西 你潜移默化的 灵到人的身上 所以你们千万记得 千万记得 关系的东西分不开的 有一些道理 不是说你一讲 这不是你的错 这是我们的错 这个讲也没有用的 生活在一起的东西 总是比一句两句道理更真实的 然后最后各位看 再看 刚才我已经说了 弟兄们你们晓得 斯蒂凡一家 是亚盖亚初洁的国子 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 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家庭成为这样 对不对 有这样的家庭 因你们感谢主 能够整个家庭 不管怎样复杂的运作 有时候有问题 有苦难 但是这一切能够用来专以服侍众圣徒 其他的家庭为念 最猛恩的家庭 所以这个当然是跟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一家之主 他的眼光看见很有关系的 有些人说我不能 我的家还有很多问题 我不能我要多花时间在家庭里面 没有错 你这样做 搞了三年五年还是一样 那你一定要从神的道再次反思 各位 我就很简单的这样 前面讲这句话 我一生 幕会看过很多的信徒 那信徒们呢 对教会和家庭的观念都有不同 我就列出四种 好不好 讲章里面都有 第一种呢 我在教会里面有常会看见的 就是 他们过教会生活 但是从来不能看见 我所过的教会生活 跟我的家庭有何相干 通常这样的人 他只有做礼拜 所以我们叫礼拜唐吐 然后呢 听听到 那孩子来主日学 好啊 这个是 学校以外的一个课程 学一点 values 价值观 好功名 有些父母也放了 今天呢 我们去shopping一下 有没有 教会大起来 有些父母 把教会当做做耳朵 也有这样 他们的家庭生活 绝对不受教会里面的教导影响 牧师讲什么东西啊 我们夫妻之间已经相爱了 我们就相爱了 我们教导孩子 我们有一套的方法了 可能他们心里面觉得说 哎呀 这个教会看一下 我的行为还比有一些人好 可能我的思考能力还比这个牧师好 也有可能 有可能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跟你说 这样的人再聪明 再厉害 他们不会看见上帝的恩惠 因为教会呢 有看不见的恩惠 属灵的恩惠在做工 有病痛的 哎呀 你看这个教会 老弱冰产 这个病 那个病 但是呢 你有没有看到 他们病的时候有洗了 他们病的时候还可以安慰旁边的人 谁给他们力量 如果你病的话 你天天在床上哭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哎呀 那个孩子 这么糟糕的来教会的 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 你自杀了 但是他有这样的孩子 怎样为他祷告 然后跟他的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好 因为有 在众人之上 众人之中 众人之内 赐下恩惠的上帝的做工 所以 这样的人到教会是 最愚昧的 并不是说不要来教会 我是说那你来教会干什么 你来教会里面 我听了这个道 看看弟兄姐妹这样 然后我回家 家里有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时间表 我们的做法 我们都是 那来听道干什么 那这个宝座上的那个火水怎么临到 你跟你的家庭 所以这个叫不信了 所以从一个人过教会生活 我会知道 他真信了没有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的 没有关系 继续坐在这边 但是今天你要开通 那另外一种呢 牧师 我太喜欢教会了 你为什么不要回家 我没有家 我没有家 教会就是我的家 有这样的人 他 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 所以总是在这边 弟兄姐妹在一起 一起笑 一起吃 一起安慰 很开心 很自然 我一回家就受伤 没有错 教会的确是一个家 教会也应该给这样的人一个家 对不对 有时候一些人 在家庭里面受很多的创伤 来到教会 要得众人的安慰 祷告和滋润 这是需要的 但是你总是记得 教会是给你力量的地方 但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实况 你的reality 你了解吗 家庭是你的现实来的 你不能逃避 不要回家 教会有时候听得到 受了牧养 心里面 有一些东西明白了 有些眼光得照了 对对对对 我很想快快回家 现在 再一次重新 跟我的配偶相处 或者重新 用另外一个方法 来养育我的儿女 你蒙恩之后 应该要有这个心 很想快点回家 重新再来 对不对 哪怕是失败也没有关系 所以教会是要给你这样的力量 如果你说 因为教会太给我滋润 给我安慰 所以到我不想回我的家去的时候 就是说 你在教会 你只有得滋润 但是你没有得能力 滋润是一点 每个人都需要的 这个植物 你给它水滋润了 它的叶子能够绿了 没有枯干 但是它要长大 它要结果 你们了解吗 所以要有能力 要成长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看到你们很喜爱教会的时候 牧师也很开心 我们都是一家 但是我愿意你们 听了道 蒙受了祝福 心里面 今天我要回家 重新为家庭祷告 Amen 这个不是说你刚信主的人 每个人都需要 信主三十年的人 也要重新再为家庭祷告 因为总是家庭里面 有难顺服的道 那另外一种 有相当成熟的信徒 也有这样的想法 说 那么 经文我都知道了 神说 教会是上帝的心腹 何等的重要 那家庭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也重要 都重要 问自己的心 也都知道重要 但是时间只有二十四小时 一天 那没有办法 两者监护的时候 他尽量取得balance 平衡 那他的balance是怎样 他的balance就是 我几个小时放在教会 一周 不超过八个小时 一周算出来了 八个小时在教会了 星期二 星期五 十个小时最多 然后剩余的是在家庭里面 多数的人是会这样做 通常在教会比较成熟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 这样做不够神伪 为什么这样说呢 生活是一个奥秘 家庭有时候忽然间有需求 比如说家庭忽然间有需求 有人生病 或者有时候夫妇之间 有一些需要多为彼此设想 多花时间给彼此 有时候很奇妙的 家庭忽然间有这样的问题 孩子呢 这几个礼拜情绪 忽然间出现了 有时候又好 教会有时候忽然间 有一些需求 有些施工 有些人要照顾 有些人要探访 这个是unpredictable 不能预料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定好 时间是这样 我们这样做 有时候有突发性的事 或者说整个教会生活 或者家庭生活 有很奇妙的不一样的时间 different season 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不一样期间的时候 又不一样需求的时候 你要怎么 有时候要拿捏得到 有时候要这样的松开 又松开 所以这个叫受圣灵引导 这是很重要的 你要受圣灵引导 有时候我自己时间也很紧的时候 有时候要探访 还是什么 心里面是很多家里面的事 探访一个家庭 又辅导一些夫妇 家庭 孩子 忽然间 回到家的时候 明白了 有些东西 有时候可能我对师母 有些地方不理解 那个时候在服侍中 或者牧养中 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明白有一些东西 你们了解吗 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有时间 你能够想到的 你无论要坐下来想 因为这个是人际的东西 人的关系里面 人的心灵里面的东西 心的东西是很奇妙的 是没有一个灵感来 没有一个光照一来 你不能明白 你一直在绕圈子里面 请各位明白 所以不是 你如果很死板的定了 我只能给教会这个时间 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 我会理解的 我们教会是定的 忽然间 那天你应该来聚会的时候 有家里忽然间有事情 那个地方是牧师会许可的 各位 那个礼拜或者特别请假 没有问题的 这也是神为 神的帮助 你们了解吗 但是如果 总是觉得说 一有事情我就停止聚会 就是说你没有设想 你知道明明下个礼拜会忙了 这个礼拜可以忙的东西 没有忙完它 然后带到下个礼拜 然后很压力 第一个就想到取舍教会 这个不是神为的方法 这个是有一点妥协 所以有时候 比如说你要出国的话 你都会为前面 我要做什么 我要怎样安排 这样会想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要尽心尽力 服侍主的教会 以教会为中心 也服侍所有的家庭 这样的信徒 你应该懂的 不是这样做 所以最美好的 我认为的 不是律法 最美好的就是 一个人 他实在能够确认得到 我每一次来到教会之后 我的家庭生活不一样 他能够确认得到 这个是骗不了的 所以他在听到 他在受牧养 各方面当中 很奇妙的 他领受神的恩惠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好牧师讲这个地方 这个重点很重要 教会带给家庭的恩惠 各位是谁带来 是牧师的讲道吗 是弟兄姐妹的牧羊 关怀吗 我们很多时候 跟在四哥赞美吗 大家心里面 听到四哥之后 被滋润吗 其实呢 教会是那 运行在万有的 那个上帝运行充满的 他将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被的赏赐下 他里面有 无限的恩惠 所以我讲恩惠 的意思就是属灵的 你们了解吗 属灵的东西呢 不是现在 我今天来教会 我要得什么 今天牧师的信息 我喜欢 我得到 今天牧师的信息 我得不到 不喜欢 No 不是这样 恩惠的东西是 一个人 敬虔靠主 寻求主的心 在神的面前 不管是四哥 不管是听到 不管是整个的运作 谈话 里面 因为他不断的靠主 那众人之上 众人之中 感动他 也众人之间 在之内 感动众人的 很奇妙的 他过完了 四个五个小时的 主日生活之后呢 他的心里面刚强 他的心刚强的时候 有时候呢 也不是他带回家什么东西 他一回家 有一些情况解决了 各位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信心带出来的功效 所以 我们 我们现在 现在的人 都是什么东西 都讲效力的 我来这个地方 一定要得1 2 3 4 我得到了 然后回家 不是这样的 恩惠的东西 属灵的东西是 你心里依靠这 无限的上帝 他今天可以用讲道 来点醒你 他能够用牧养 弟兄姐妹的问题 来给你一些智慧 或者人的关怀 来给你一些滋润 或者也可能 叫你的心刚强的时候 神迹般的 在你的家庭里面做工 也可能的 所以你料不到的 但是呢 那是在于你 怎么看重教会 也知道我的家庭 是怎么受教会保护 然后我为家庭祷告 得到见证 带回教会的 这个的认识 这个的确信 到一个地步 你就懂了 哦 原来教会 真的不是拿走我的时间 这是一种 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 所以我讲 家庭教会 或是算时间 有时候这个礼拜 你太忙的时候呢 你只有参加一次聚会 也可能的 这是微不得已 忽然间有事 但是有时候呢 很奇妙的 你知道的 你的中心点在哪里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我现在四种情况我讲了 对不对 那 在第二点里面呢 我要讲的就是 那么 在我们每一次这样相聚 我每次这样相聚 我们实际的知道嘛 相聚当中呢 有重点 我们的确回家之后 要祝福家庭 那么这样的相聚里面呢 要把恩惠带回家庭 当然 我们知道 一定是从神的祭坛 这个活水是祭坛来的 这个神的道 是神自己给 神的仆人 是圣灵在他里面 运行做工的 所以各位 为牧师祷告是很重要的 每个礼拜 各位真的为牧师祷告 尤其我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你们不要讲 你压力我舒服 千万不要这样 跟我一起承受那个压力 所以有时候我压力大的时候 同工们帮助我啊 什么这些地方 我也把这些东西都交出去 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 牧师也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探访 对不对 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都做 那各位一定理解 可能教会到一个地步呢 有一些人的婚礼牧师 如果不参加的话 哇 不是 你不参加的话 我们是受伤了 这些 商礼参加不参加 那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教会慢慢大起来的时候呢 那我无论 我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一天的生活里面 你们知道我分成早上 中午跟晚上 你一定早上三个小时要醒 对不对 你吃了饭之后三个小时 然后你晚上吃了饭 再三四个小时 这样做的 无论怎样做 也是没有办法 供应所有的人的需求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每一次相聚的 那个集中的时间 很重要 我说我是很看重 我们相聚的集中的时间 那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过 那么现在各位 这个一两个小时 各位在听到了 我先跟各位说 家庭真的要蒙恩 当然我们不用说 神的道要释放 但是你们怎么听是很重要 注意听这句话 你们怎么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听到 这句话我再讲一遍 你们现在都在听到对不对 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来听到 怎么听呢 神的道里面有恩惠 所以你们恳求主在听到当中赐下更多的恩惠 Amen 什么叫更多的恩惠 你在听到当中 注意听 在听到当中 不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来听 各位这是一线之差 有些人听到的 有些人听到的时候 你说牧师为家庭听到 我现在很注意的听 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家人之间是很靠近的 很容易受伤的 很容易要求的 很容易忽略彼此的 我听进去了 比如说你听进去 为什么你听进去 因为刚好你的配偶忽略你 刚好你在那个地方软弱 家庭生活总是有不满的地方 总是会有的 因为人都是有伤害的 连做牧师都有 对不对 你跟一个靠近你的人在一起 他叫罪人 相处久了 你一定有对他不满之处 对你的孩子或者父母的唠叨之处 有对不对 然后你来到教会 带着伤痕 你听到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你听进去 对了牧师 你今天讲得太对了 但是你这个太对了 太对了 错了 因为你触紧申请 触紧申请之后 你带回家的那种心态是 我盼望我的配偶快快改变 不要忽略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叫失去恩惠的听道 按着私欲 私欲有很多种 私欲都是人里面的不够不满不足 那个地方很想快点填满 对不对 这个叫私欲 但是恩惠的意思就是 今天牧师你讲了 我们家人之间是很靠近 但是也很容易忽略彼此 所以我听了之后 我心里面蒙恩惠了 我开始想 为什么我这样会忽略我 是不是因为有时候我讲的话 他也真的不想听啊 或者是不是他太忙了 我没有帮补他 或者 所以你明白吗 家天的 这个人的话是就一句 一句讲 但是因为你蒙恩惠的时候 你不但是了解了一个真理 来满足你现在不够的那个地方 你了解了一个真理 使你开通 你们了解吗 所以圣灵是用一个 一句话 一个道理 开通你的心 使你多想 多明白 所以有更多的恩惠能得到 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耳朵 你们了解吗 有耳的应当听 这个人的口 没有办法讲到每一个人的实况 我只能大开参考 大开祷告 但是每一个人在听的时候 他被光照的时候 他听一能够想实 你们了解吗 听一一个原则 一个道理来了 真理明白了之后 他就多想多想 这个就叫做 你听了道之后 你昼夜思想那个道 有些人说 主母师为什么你这么多道想 这么多道讲 是因为这么多道想 你们了解吗 你能够讲这个道 不是但你读圣经 你一定要确认圣经的话 你的心里面有常听到 神多方面的指教 所以这个叫做 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来听道 不是要满足私欲 满足自己的那个不满 愤怒 那个地方又听了之后 所以最差的听道法 就是你听到牧师讲一句话 那句话刚好就是你心里面 很有感受的 就是你旁边的人的软弱 你就回家的时候 那个地方要求他 那你干脆不要听那句道 那个你一听了 其实更糟糕 更糟糕 对不对 你的配偶最讨厌的是什么 你的配偶最讨厌的是 你有没有听今天主牧师讲的 你讲这句话 他以后就不要听主牧师讲道了 就不要听了 因为一来 以前我的配偶还 虽然对我不满 也没有这样指控我 他听到一些智慧的话 这个智慧变成他控告我的话 这个就不对了 因为人的关系的东西 不是用道理解决的 You understand 这个方面是最难的 最难的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罪性 叫为自己想 为自己想的罪性 所以我是尽量听了一个道 为众人想 总是为众人 所以能够戴茶经的人是很有福的 因为你戴茶经的时候 你要为众人想 你只有听茶经就为自己想 所以听够了之后应该要牧养 要带领人 Amen 这是第一点 蒙恩会来听道 第二呢 各位 你要为着你和你的家人一同成长来听道 Amen 什么叫为你和你的家人一起成长 你的家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家庭 家人之间 都有很不足的地方 都有很不足的 但是你在听道当中 绝对不要带入一种想法说 那 我一直在听道 我的家人没有蒙恩 牧师 我今天很注意的听你讲道 他在睡觉 比如这样说 他在睡觉 他旁边睡觉 所以我刚才说什么 你和你的家人是一起成长的 对不对 一起成长的 两个人出现问题 一定是两个人的问题 两个人的问题 各位绝对 反思家里面的生活 如果每一次有一样的问题出现 你们吵架的那个形态 用的那个字句 心里面的感受是一样的话 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听到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一出现问题了 听到完之后 回家一样的 因为人是皮字很难改的 皮字是一样的 比如说妻子就开始说 你每次都这样 有一些情况来 你每次都这样 你每次就为自己想 这句话一出来了 丈夫下一句话是什么 可以猜到的 什么 我哪里为自己想 我还不是为你为孩子 为全部人想 所以这句话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每次吵架的时候 你每次都为自己想 我哪里也为自己想 所以每次一吵架的时候 这个两个人的感受是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孩子一出现问题 两个人就开始怪彼此 对不对 就是说没有因道而讲经 没有因道而讲经 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有一些话 他一软弱的时候 你一直讲一样 讲了十年 他这样长大 他从来没有改 反而越来越讨厌听你讲话 那这个就是问题了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用唠叨孩子 有时候 讲一下 骂一下 管教一下 是需要的 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就是 有一些的形态 家中成员之间 他们对彼此的感受 眼光没有改 所以道是什么 道是给你的心的容量大 然后第二 给你的眼光更客观 各位跟我一起讲 心理的容量大 心理的容量 眼光更客观 听得懂吗 那什么意思 眼光一客观的时候 不但只有看一件事情 就退后可以看到三四件事情 心理的容量大 你这方面 哎呀 做得不理想 叫我生气了 但是呢 我慢慢能够明白 你也有你的难处 我心里面也能接受 容纳你的这个软弱 因为都慢慢跟你相处这么多年了 人有一好没有二好 对不对 Amen 所以真理是很奇妙的 真理是在你的心思 情感里面做工的 真理是这样的 讲一个例子吧 师母跟我相处的时候 师母是比较规矩的 一看都知道 牧师是比较随性的 你问一般弟兄姐妹 你喜欢规矩的还是随性的 一般的人都喜欢随性的 不用限制自己 你试试看 你在家里都随性 孩子几点睡都几点睡 没有关系 你试试看 你的家不到一个礼拜 万七八糟 你东西拿了不用放 这边放那边 这边吃了放这边 随性 你们了解吗 所以呢 我这个人比较随性 他比较规矩 那 有时候他 他开始当然喜欢我的时候 所以我随性嘛 也很风趣 但是相处之后就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的 那有时候他每次像我这样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你的个性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就忽然间 圣灵给我一句话 我跟他说 你喜欢 你喜欢我的随性 对不对 现在你不喜欢我的随性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要怎么说呢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这句话 我跟他说 你 你不喜欢我的 我说 你 你喜欢我的风趣 对不对 但是你要接受 我的随性 这句话很重要 我说你喜欢我的风趣 对不对 你要接受 我的随性 因为 你如果 你要知道 在我的随性里面 有我的创意 有我的创意 很多很多 你不能成为我的限制 如果你成为我的限制 我这个随性的潜能 我这个随性的潜能 就发挥不出来 那当然 当你要让我的随性的潜能 发挥出来 你也要承受 你也要承受 那个随性里面 有时候带来的有些害处 我尽量改 但是你要知道 人有一好 没有二好 你们了解吗 这个就是一种客观 它的规矩里面 有时候我不喜欢 规矩给我的限制 我说什么东西这样 你看这样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我也发现 我不能没有规矩 如果没有规矩的话 家里面没有order 怎么办 所以有时候 他讲几句 我心里面是 OK 就这样做 当做是主的声音 你们听得懂吗 这个就是 在夫妇生活当中 不是收着那个怨气 你收着怨气 总是他们也是这样 就不行的 夫妇生活里面 你有神的话教导你 然后有一天 你慢慢明白 他的这个长处里面有短处 他的短处里面有长处 这一定会有的 所以如果我是很随性 对不对 我问你 通常孩子比较喜欢 有随性的父母 还是有规矩的父母 当然是随性 你的孩子当然喜欢随性 所以随性的孩子都喜欢 但是你会知道 孩子长大的过程 你要教导他 你要独处很多地方 不然他会比你加倍的随性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 我慢慢也在婚姻生活 家庭生活当中 我就客观 客观就是不要只有看 这样是好 因为有些人 有些弟兄姐妹是这样说 我也是很随性啊 你看我也好啊 我读完大学啊 找到好的工作啊 有什么问题 有些人这样想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那是你 你的下一代不一样 因为你有上帝造你的 很多的不同的特性 对不对 可能你有随性的地方 你也有谨慎的地方 也有 但是你的下一代 你的孩子不一定有 你们了解吗 所以这些呢 真理听了之后 不是死板的听 眼光客观一点 心胸大一点 能够理解 这些方面是 请大家多思考 我盼望 最后呢 是怎样 两个人一起开通 两个人一起智慧通达 一起成长 另外呢 还有一种 你听到的时候呢 有时候 你的家 十年不改变 十年不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十年不改变 你在听到当中 给你一个单依靠主的心 不要尝试改变他们 因为他已经可以改 会改的 他要改 是上帝会改的 但是你怎么在过程当中 依靠上帝的帮助 能够忍耐 能够活出基督的美德 妻子的美德 有丈夫的体恤 就是一直要活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叫做彼得前书三章 那边说的 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 又不听从真道的丈夫 也他会因你的品行被感化 所以这个就是 有一些情况 家庭的情况 有时候太久了 不是一朝一夕 听几个道 我马上能够好 但是这个当儿 主加添力量 这个道所给的帮助 能力跟提醒 有加添力量 这个能力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蒙恩的 比如说配偶 或者妻子 继续蒙恩 越来越温顺 那丈夫一直不改变 有一天 有上帝的管教来 或者上帝的一些做工 他一瞬间改变的时候 天地之差 也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家庭的例子 是很多种 家庭的例子 不能看这个 看那个 为什么我的家是这样 别人的孩子是这样 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样 就绝对不能这样的 这样做的时候 你心里面是受暗示 所以我是尽量想 我每次要讲一篇道的时候 主啊 这个道里面 要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 有时候 他们灵里面是第一 对主的信心 第二 智慧 智力要有 要通达 这个方面 这个方面 然后心里要有力量 能够承受 有承受力 这些地方都是 一直在道当中会得的 但是呢 这个是道方面 所以各位都听到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隐私 还有自己的难处 每一个家庭的问题 不是有一套方法能解决的 我牧养这么多年的经历 发现 有时候 比如说 一个弟兄姐妹 跟牧师说 牧师 你来 跟我的配偶讲 或者跟我的孩子讲 那 我会马上问她说 请问你的配偶 你的孩子 愿意吗 这句话很重要 他们要愿意 因为你要知道 家庭是很private的 有夫妇之间的一些问题 有时候不能讲的 这个 讲了自己也受不了的 那个东西 所以呢 除非他很信任你 孩子也愿意要受帮助 牧师才能做的 不然 一般上 家里的东西 旁边人的家 如果人还不是这么亲近的时候 我的原则是 不要碰得太深 也不要勉强 只有那个愿意来教会 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的那位 先牧养他 对 牧养很重要 你们懂什么叫牧养吗 牧养不是 姐妹你坐下来 我跟你说 你的家 你跟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你的丈夫 你应该这样 这个不叫做牧养 这个 教导已经教导了 牧养是有时候 我再讲一遍 潜移默化的影响人 一个人 他在教会生活久了 他坐下来 吃饭 讲话 他慢慢看 牧师师母他们怎么 他们的个性也很不一样 但是他们怎么尊敬彼此 这个教会领袖 或者怎么样 他们两个人是怎样的 跟彼此配搭 其实他们也很像我们 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忍受彼此 为什么我们不能 所以你自己好像有一些领悟 有从他们的见证 或者他们表现出来的 有一些地方 有些人是很厉害的 我每次跟妻子说 人的眼睛是太厉害了 什么地方好自然会去那个地方的 你不用跟他说这里有好吃的 下一秒钟已经吃完了 这个是人的眼睛 一看到 谁能帮助我的 这个孩子很像我的孩子 这个父母怎么教他的 然后马上就关注的 对不对 所以教会生活是这种 接着牧养潜移默化的影响人 因为你叫人坐下来 一二三四五 你叫他坐 他坐得到吗 你跟他讲 你应该这样对你的丈夫 他说牧师父已经这样对我丈夫了 但是他怎样怎样 对不对 就是你被控告了 因为你做不到 所以牧养也是一个奥妙的东西 牧养不是说你找一个人来跟他说是非 这样的做 有时候你给他看 你给他明白 有时候 有时候我带一些弟兄姐妹去中国的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去中国 那边很多弟兄姐妹婚姻有问题了 他们坐在当中听啊听啊听 然后过后牧师这个很像我 那个弟兄讲的 他对他妻子的很多埋怨很像我 他自己明白了 为什么他的婚姻变成这样 因为他看了别人的失败 对不对 所以牧养就是你给那个人那个环境 然后让他感觉到了 对了 这个就是教会生活了 你们了解吗 所以彼此尊敬的 我自己本身有时候我在牧养当中 我也跟我自己讲 如果我的家庭的情况是这样的话 我也很辛苦 这是不容易的 如果我的孩子是这样 我也很辛苦 这是不容易的 对不对 所以你绝对不能说 我自己家庭没有事 婚姻孩子都好 然后我就跟一个人说 那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有时行不通的 你们了解吗 所以你只有给他看 那个人看了之后 他自己回家祷告 考量思考反思 这个当儿呢 圣灵指教他 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对他的家人 所以他自己看了 然后祷告 穷足领受 那个是最好的 最好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是尽量讲得很细 我是很细的人 虽然我很随性 但是呢 其实已经没有了 我已经被师母影响了 他也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规矩一点 所以你们放心 那么 OK 最后我讲完他 我最后讲完 那么 这个四方面 是我花最多时间祷告的 四方面 怎么听到 怎么相处 怎么牧养 有时候彼此尊敬 谈话当中 又有一些领悟 这都是要从圣灵自己领悟的 愿教会生活 真的能祝福你们的家庭 最后呢 我讲完这个部分 那现在呢 有一些比较实际的 特别我们 要把我们的家庭跟教会连接起来 这件事情 因为我想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情况 也未必是我现在很直接有讲到的 比如说刚才我说到 如果你的另一半 已经离开教会了 或者说他没有去教会 甚至还没有信主 你说我的家庭的见证 要怎么带来给教会祝福 我没有什么见证 谁说没有见证 各位注意 这方面也是各位要祷告的 请各位先放在你的心里面这句话 这句话是很诚恳的话 如果你的家庭 如果你的家庭还不想来教会 请你们也不用勉强他们来 不用勉强 或者 如果他在他的教会里面 有服事 各方面有做的好 你不用勉强他来基督圣命堂 这句话请大家放在心里面 你跟他说 基督圣命堂多好多好 牧师多好 你来你要听 他越不想听 因为在他的心中他要听的是 我要听你讲我多好 不是基督圣命堂多好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所以 他一定是需要 你从教会听了到回家之后 你带给家庭的幸福美满 我可以保证各位这句话 你的家人跟你是24小时在一起 你的所有的坏习惯他都知道的 你只要有稍微一点点改变 他马上就知道 不用改变态度 不用太多 我再次祝福各位 尤其是我们体制性的改变 比如说你今天听了道之后 你回家 忽然间你的配偶跟你过了两天之后 吓了一跳 为什么你每次这么多话的人 现在 比较少讲话 每次牢牢叨叨叨的 每次这个情况一挤起来就会 像我发飙 现在就是静静的 就是补上去 这个鞋子没有放就骂我 你自己没有手啊 不会拿 现在鞋子没有放 放 忽然间他一看到两三次这样 马上心里面是有感觉的 你们了解吗 不是说你要天变地变 然后他才会蒙恩 你们了解吗 他跟你越靠近 只要你有些体制上的东西 你一明白了 他最不喜欢你讲什么话 他最不喜欢你的那个表情 还是什么你的反应 那个地方呢 你有一些改观啊 然后反应不一样的时候 他马上感觉到 这是我祝福各位的话 所以你们不要认为 主的话是太难行的 太难行的 请大家去想 这个地方 他如果一看见了 你不用叫他来教会 他也有一天 我可以来吗 看看 自动会来的 这是请大家 人的心是这样的 人的心很奇妙的 你不要讲 连我蒙恩到这个地步 我还是这样的 我还是 因为人是活在生活 生活是实况 人的话 人的表情都是给人体感的 对不对 到现在还是需要这个的 第二 各位看 另外第二呢 如果你的家庭 现在的那个光景 以大致上人来看 不是这么理想 然后你跟你自己说 我哪里有资格来祝福人 我的家庭就这个样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不符合真理 绝对不符合真理 各位 单身的弟兄姐妹 能不能祝福家庭 教会其他的家庭 可以啊 单身的弟兄姐妹 你有父母啊 对不对 有 你也自己长大 从小孩子长大过 你可以做主日学老师 也可以 所以 只是你需要多想 要多祷告 没有一个人 他是不能成为 众家庭的帮助 没有一个人 你的孩子呢 教的不是这么好 这个不代表 你不能做主日学老师 因为你在教的过程 因为他也是在长大 你也是在摸索 因为这个当儿呢 你如果是祷告的人 继续在思想 很多地方有反省 其实这个当儿 你比一般的父母的智慧是多的 因为你有苦难 你有苦难的人 你其实会想多的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请各位 一定看自己 是真的神尊贵的器皿 我不管在怎样的情况 你看 我是能够叫众人 众家庭某人的 所以我顺便也跟各位说 家庭的问题 不一定是人带来的 我怎么讲 注意听这句话 家庭的问题呢 有时候你直接一看 经济的问题 你家里比较穷 其实只是少一点钱嘛 只是不能每年都出国玩 只是少一点嘛 但是这个呢 很自然的 在最靠近的人之间 就产生问题了 对不对 就是产生问题了 两个人就吵架 你看 你这样 钱不够了 你还这样花钱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问你 钱不够伤了他们 还是家人的关系伤了彼此 家人的关系 对不对 有一个孩子大学毕业了 他找不到工作 他一直找不到 后来气馁就在家了 其实这个没什么 只是找工作可以嘛 你找工作 但是父母亲每次看到 今天睡到12点 有没有找工作 今天又睡到12点 有没有翻报纸 然后就给他一种无形的压力 慢慢就变成家人之间的问题了 你们了解吗 孩子就 你又知道我没有找 你又知道我没有找 我也找很难 对不对 我有自己的一些理想什么 但是父母亲是 因为不理解 一直看着那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孩子就更灰心 所以你们了解吗 所以有时候也不是 两个人忽然间吵架了 什么了 不是这个 是好像外界 有一些现实的情况 冲到的时候 然后呢 其实那个时候 关系最靠近的人 是要理解 保护 没有关系 你继续找 上帝会帮助你 我们一起祷告 这样就好了 如果父母懂得这样讲的话 一个在找工作挣扎的孩子 他是很释放的 很释放 然后呢 他也能够在那个时候 不会这样紧张 但是父母一不理解的时候 因为最靠近的人不理解 加重了那个压力 所以就会变成家庭问题了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家 因为靠近 太过担心 太过唠叨 太多不理解就讲 这些东西 就是慢慢 从小火变大火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所以奥妙不奥妙 是家庭的话 你不会玩的 我跟你们讲 所以你们需要教会 是需要到主再来 Amen 所以愿主 祝福我们 那 你说牧师 你怎么 你怎么能够 会明白这么多东西 所以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自己有经历过 或者你看到 你在牧养当中 你有看到 彼此之间有这样的问题 你就懂了 然后家庭之间的 那个问题 是应该怎样 最后呢 我讲完这个地方 我们教会是不是家庭 教会是一个家庭 但是你教会的家庭 跟教会这个家庭 跟你家里面的家庭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无论怎样不一样 你家里属地的家 教会是属灵的家 属地跟属灵的家又不一样 属灵的家怎样 你不属灵的时候 你很想逃避 对不对 不想回家 所以有时候有这样的不得 那我无论怎样 不想我要回家 还有你这个属地的家呢 无论怎样 就是现有固定的 但是属灵的家是会增长 有时候会减少 而我家无论怎样 五个人 就是五个人 对不对 如果配偶跟孩子 我们基督生命堂 从五十变一百 一百变两百三百 都会有的 尤其有时教会 有时候增长得太快的时候 忽然间 弟兄姐妹就 以前的这个家里面的熟悉感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有一点这个家里的熟悉感 所以就有点陌生 所以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 有时候把这个教会当做一种 我们希望有亲密感 但是亲密是需要 就变成你被一种要熟悉 要熟悉的那种感觉困着 不熟悉我不喜欢了 我来教会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认识了 不熟悉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成熟的地方 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什么 我还有羊圈 对不对 在外面 要带入这个羊圈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观念 有时候 教会在增长的时候 各位会发现 你一定要破充自己的难处 跟新的群羊 要成为一家人 那这个关系继续发展 继续发展 那这就是要按着主的心意发展 那我为你会感谢主 另外 有时候 因为教会是一个家人关系 你辛辛苦苦地牧养 照顾的一个弟兄姐妹 他离开了 你心如刀割 为什么他离开 有时候人就受伤的时候 就变成伤害 对不对 伤害 所以我在教会长大的时候 每次一看到有人离开教会 什么 牧师就来讲 这个谁谁谁怎样 问题 什么不属灵 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做 所以我现在做牧师的时候 我尽量客观 我心里面的原则是 分裂是不好的 分裂是不好的 但是 人有离开教会 有很多种理由 有时候是教会还没有完美 有时候是个人的软弱 也有一些是特别的情况 我就讲一个例子 我们当中 我讲水宝跟雅士 大家都很认识他们 因为都吃了他们的茶点 以前水宝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2010年 其实是雅士先信主的 雅士在另外一个教会 也非常的谋闻 他们两个人 就有不同的教会 两年 好像两年 然后雅士他就问 他那时候教会的牧师说 我们应该要怎样 他的牧师很感谢主 他牧师的心胸是很大 你的丈夫如果要到这个教会 你应该顺服她 那个牧师讲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激他 因为这句话是 我很难讲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跟雅士 你应该要顺服你的丈夫 来我们教会 这样他怎么听这句话 你了解我的意思 我很难讲 所以他的牧师讲 后来他们这样过来 过来之后 我也知道他们的情况 然后就跟他们真的成为一家人 所以他们两个来到我们教会 也带给我们很多喜乐 有没有喜乐 没有的话等一下不要吃 那是一定有的 起码这个肉身上 每个礼拜都领受 对不对 所以就这样做了 所以也有这样的特别的情况 有这样的 当然也有 离开的时候受伤 然后这样走 也有 我们教会 处理事情 处理人的关系 讲话各方面 需要多一点恩典 或者多一点恩膏 也有 所以 每一次人离开 好像一个家人离开 心如刀割的时候 不要留在那个地方 一直涂伤口 越涂越深 这个伤口 这是因为你一个家人走了 因为这是属灵的家 就为他祷告 能够去到各蒙恩的地方 另外 从这个地方学习 以后要怎么对待其他的家人 这是很重要的 你学到一个功课 因为知道人的个性不一样 人听话也有不同的耳朵 人的耳朵有不同的 虽然都是这样的 但是心里面不一样 对不对 有些人听一想十 有些人你跟他讲十句 他只听到一句 对不对 所以不太敏感的人 有时候也不容易受伤 但是他不反应 但是太敏感的人 你要很小心 这些都是我们跟家人在一起 就学的东西 所以很多方面 我尽量讲 这个信息如果要讲的话 我是真的很想成为一个特会再讲 但是我只能讲到这边了 愿大家能够在教会跟家庭里面 这个连结做得好 你绝对不能骗自己 如果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我讲的这篇道 没有办法我回家 能够叫我更爱妻子 更有智慧地教导孩子 我不会做牧师的 不会 我会去做老师 为什么 因为这是道理 就道理讲了 然后这样 大家笑一下完了 然后自己也知道没有用 所以这个高言大字 你干嘛要做牧师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 讲了主要 这个是生命之道 从天上来的 改变人心 改变人的思想眼光的 真的是圣灵的大能 所以我预备的时候 我已经改变了 我在讲出来的时候 借着众圣徒的祷告 再讲勉励大家 所以大家才看到来教会的价值 不然四个小时六个小时 浪费在这边干什么 对不对 阿们 愿主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今天 借着凡人的口 能够再次把主爱教会 也爱我每个家庭的那个心 带出来 主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单单 只有一个道理讲了 因为主这个参差了人很复杂的情况 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弟兄姐妹的难处 主 每一个人都有要突破的一些地方 求主亲自来带领感动 都使我们接着今天的道 更加的开通明白 我求主 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 也让我们基督生命堂 实在成为一个家庭 实实在在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 蒙恩会 我们也更加的成熟 有当教会 弟兄姐妹 人多起来的时候 主 让我们在主里 一父一主 一灵一体里面 主常常看见 爱我们的父在我们当中 我们因爱你也爱彼此 主主亲自带领 我们感谢主 我们祷告 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谢主